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ZK加一个25k的一个冒质减肥导入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仪器后边 它是有两个手柄的 仪器呢是标配有两个手柄的 然后手柄呢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分开去擦的话 要按照我们的手柄的一个航空擦 然后找到机器上面的一个接口 然后它这个是两星的话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航空擦两星的插上去 然后这边的话它是三星的 然后我们也找到这个三星的航空擦 然后也突然插上去 然后这两个手柄呢我们都拧紧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插上我们这个电源 然后按一下这个电源开关 这个按键进入下一页 然后进入下一页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三个按键的 就分别有40k25 还有一个返回按键 然后我们点入40k的一个按键 点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呢 就是40k手柄的一个操作界面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上边的这个 这个呢是40k的一个能量档位 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按键呢 去调节它的一个强度的 它最高的这个档位呢是10档 然后我们是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少 然后我们一般的话 这个呢是建议三到四档去操作的 三到四档 这个呢也可以根据客户的一个感受去调节 然后我们这下面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工作模式 我们一般呢工作模式呢是建议A用A的去操作 工作模式呢它是每秒工作多少下是不同的 这个呢同样是可以根据客户的一个感觉去调节 切换使用的 它一共呢有四种模式 ABCD四种 然后我们这边下边这个呢就是一个临床的时间 一般我们临床时间是建议30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两边的按键呢 去调节它的一个强度 同样这个时间呢也是可以根据客户的一个肥胖度去调节 比如说客户的脂肪层呢是比较厚的话 那我们就是稍微盘一点的那些客户呢我们是可以把这个临床时间呢增加到40分钟的 所以说这个呢都是可以按照客户的一个情况就个人的一个情况去调节 然后我们这个界面呢是就是介绍完毕了 然后我们点击返回然后点击25k 这个呢是25k的一个操作界面 25k的操作界面呢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上面呢 这个也是25k手柄的一个能量调节的 然后我们他同样也是有一个十档的档位 然后建议的档位呢我们一般是建议从三档去开始操作 然后下面呢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工作模式 一共也有四个ABCD四种工作模式 一般也是建议A用A的模式去操作 模式呢也是工作的秒数 每秒间隔多少下这样子操作的 是不同的每一个模式 同样它是可以根据个人的感受去调节或者切换使用 一般时间用A的去操作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临终时间 临终时间的话我们是建议这个呢是从 从一个20 从一个20到25分钟去操作 总要是可以通过调节去选择这个时间的 要我们开始的话就点击这按键 就进行一个开始了 我看到这个图标 出现一个动态之后 它就现在是在一个启动的状态了 那再点击个按键就是暂停 然后我们点击返回 然后第三个这个呢是返回一个主界面的按键 我们点击呢它就返回一个主界面了 然后下面我们用水 用纯净水给大家测试一下40K和25K的一个区别 然后这一个是40K的一个手柄 然后我们在上面 找一点纯净水 来测试一下它的一个能量 然后点击40K的界面把它亮调高 我们可以看到这水是在有是在一个洞的这证明它现在是在一个工作的状态 好那么我们现在点击暂停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这个25K的一个手柄 同样也是在上面 倒一点纯净水 然后选好那个25K的操作界面 然后把那个能量调高 然后开始 25K的话它的能量呢就是没有40K的一个能量方面比较大 接下来我们开始一个临床操作 然后我们用到25K给客户进行一个导入的作用 我们调好一个能量之后 调好临床的时间 然后在我们客户眼上呢 涂抹一些凝胶或者是产品去操作 25K的话我们一般是用在脸颊或者身体部位啊 导入一些产品或者是按摩一下皮肤都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操作一个颜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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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我们身体部位的一个减肥 我们会用到一个40K 然后点进去调出虚拟能量之后 我们继续把这个临床时间继续一个调节 或者是直接用30分钟去操作 然后点击开始 然后也是在这个我们的客户的操作区域呢 涂抹上一个粘胶 我们减肥的话一般是会用到这个是可以去操作的 通过一个收拨把一个脂肪成的一个细胞呢 进行一个爆破 达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好 操作完之后 我们把手柄上面呢 擦了个凝胶 给它擦干净 进行一个保养 那本次 那么我们本次 那凝床就结束了